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宇玲 今天是8月12号 星期五 祝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好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我在新加坡 刚才忘记说 张寻 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话题之前 你又要当一回天气播报员 那就把初选的一些内容交给你了 我今天又是天气会报员 因为把周二出选的结果 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知道初二其中有一个叫康奈迪格州 是个非常蓝的州 当时川普支持了一位候选人 她是叫做Leora Levy 这位女士不仅遭到了民主党的打压 也遭到共和党本党打压 因为我从一位网友 那里告诉我 说他们在 汤涅迪格州的网友 他们的选票是这样的 共和党支持人叫Timothy 这个人上面打了一个星号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是我们共和党委员会 本地共和党委员会支持的人 所以很多共和党就误以为就选他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支持的Leora Levy胜利了 他胜了初选 11月份将跟民主党的参议员 Bluvian Dawn进行竞争 所以这是一个又是川普的一个重要胜利 另外我们回到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州也有一个巨大的胜利 大家知道我们曾经说过 威斯康辛州州长现在是民主党 叫Tony Evers 那么共和党到底选 因为按照今年的目前的预测来讲 威斯康辛州都很可能翻红 这个民主党这个职位呢 就是州长职位 都能归共和党所有 但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党 共和党到底是不是川贝 含川量有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个这次初选中呢 就有两个最主要竞同最主要 一个就是川普支持Tim Michaels 他是一个小商人 小业主 他根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副州长 先生副州长 以前的副州长 叫Rebecca Cliffish 经验丰富 真的就好比说像那个 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翻版 那么这个Cliffish 这位前副州长呢 他的知识人包括彭斯 包括Scott Walker Scott Walker这个人 你可能不太熟悉 他是以前 就在这个Tony Evers之前的 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的州长 这个人影响力很大的 那么他现在是谁呢 是做什么的主席呢 就是前两天彭斯讲话 那个Young American Foundation YAF 就是那个建制派的那组 所以呢 Scott Walker是个典型建制派 你知道威斯康辛州 为什么前两天 那个Alex就讲 那个年轻人就讲 威斯康辛是共和党的诞生地 但他是老共和党的诞生地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建制派 其中Scott Walker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建制派 他人总体讲也不错 但是呢 他是建制派的 他在利益上面 他是跟川普是矛盾的 所以他们支持的都是这个 Clee Fish这位女士 但是川普支持一位 毫无执政背景的 敢打敢拼的一个小商人 叫Tim Michaels 结果Tim Michaels大幅度胜利 哇 对 那么另外有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 我还要做一个检讨 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 我小看了 而且我他当时呢 后来我在看这个 他在这个选票的时候呢 没记完我就看 我就放弃了 是什么人呢 就有一个华盛顿州的 应该是第五区 我忘记了 参议员叫 Jamie Harala Budler 这个Budler这位女士呢 她是十个共和党里面 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 Vino之一 那么当时呢 因为华盛顿州是这样的 民主党共和党 混在一起的选票 得票最多的两位 进入11月份决赛 那当时我看的开始的时候 一直就是 民主党那个是第一 他是第二 一直这么排 我一看没戏了 我说反正 但是按照当时的趋势呢 第一呢 我说他肯定他出现了 那么他是反川的 一个出现的 就等于说他在 初选中 他算胜利 他进入前两天 算胜利嘛 那另外一个呢 按照他今天架势呢 他在10月份的选举中 很可能也赢不了 所以没理他 我就说他可能这个 这个人过关了 哎 还没有 等到最后选票 计完了以后 最终川普支持的 Joe Kent 胜利了 哦 又一个川贝 又一个川贝胜利了 另外又一个Raino 就是反川的Raino 被打下去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10个 当时投票 也就是 众议院投票 支持弹劾川普的 10个人中间 只有华盛顿州的 另外一个 叫做Daniel House 还有加州的一个 就在之前已经 选过了 叫做那个 David Valladol 这两个人 算是蒙控过关 但他们也没有当选 他们要进入 11月份 在进行决赛 除此之外 那么现在目前 已经有6个人 或者是退休 或者是全 不是6个人 是7个人 或者退休 或者是被干掉了 最后一个 那刚才我说了 这两个人过关了 7个人已经被干掉了 或者是离开了 还有一个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谁呀 就是下周 我们见下周二 迪克切尼 那个利兹切尼 那这个切尼 不用讲了 紧张 对 他不是他紧张的问题 他现在是等于说 判了死刑还起 就是等 还没执行 星期二 下周二执行 我很紧张 我很兴奋 想要看着他被执行 他肯定被执行了 对吧 这不用说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周二的 基本都是好消息 还包括一个 上周二的好消息 华盛顺州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 来汇报一下 月亮 好 谢谢张旭的天气汇报 终于听你的汇报 最近都有蛮多的好消息 让人听了 心情还是为之一振 好 那我们就回来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是要讲一个 其实我们以前 也一直有说 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 一个拜偶像的主题 但是呢 我们要从 最近发生的 几件大事 来切入 我们今天要深度谈谈的 这个话题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 其实我们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节目 都在报 都在分析 这几件事情 首先就是FBI 去到川普的海湖庄园 去抄家 这件事情呢 左媒当然 只要是陷害川普 折磨川普的 他们就一致较好 甚至我们的观众 那大多数都是支持川普的 但是呢 也有人来留言 认为川普是最有应得的 哇 就让我提醒我 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 都跟我们有一样看法的 竟然有人是为这件事情 是欢呼叫好的 而且呢 就是华人的右派 还有右派的自媒体 在这件事情上 居然都选择保持沉默 或者就报道一下 他也不评论 对对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件大事 另外一件大事 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很多 就是佩罗西访问台湾 那由他访问台湾 而引发出来 也很大的事情 中国上次你已经说过了 他是实弹军演 围着整个台湾 还有白宫表现出来的 慌乱啊 无能啊 还有呢 这个娘炮美军啊 的退缩 对 退到日本去了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突然 这个葡萄干佩罗西呢 就出来 春风满面的就笑着说 哎呀 这怎么 搞什么呢 这中国是 最自由的社会之一啊 哇 真的是 不知道他怎么是说的出口 这样子的事情啊 所以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这些明斗们呢 还有法人公他们呢 依然是陶醉在自己的这种 自己的虚幻的想象里面 还在盛战佩罗西 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说他此行还是好 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美国的外交方针 外交政策啊 我跟你讲啊 那个 我差一句句 我今天早上请刚刚看一个民调 是哪的民调 是那个台湾那边的民调 这些华人们普遍认为 居然是什么 这次佩德基访华 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国的胜利 七次认为是台湾的胜利 只有5%的人认为是中共的胜利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阿秀从来都是存在的 而且阿秀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而且我觉得是角色对调啊 那以前动不动中国就说 中国获成为最大赢家 对对 就是明明已经被川普啊 怎么样折腾 怎么样折腾 打七寸啊 一见风猴啊怎么样 但是他们都说 我们中国是最大赢家 然后就和血和牙齿 往肚子里面吞 现在就美国变成是那个 最大赢家了 哎呀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世界是很魔幻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这些粉红们 他们就继续非常的激动啊 依然就要求武统台湾 留岛不留人啊 也不管什么人命的损失 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大事 那另外还有一件大事 这个你前天做节目有说啊 就是七千亿的这个所谓降低通胀的预算 就被通过了 而且呢 还要增加八万七千个税务人员 还是其中有七万多是可以携带武器去征税的 他们的招聘上面还说是 就是你要来做这份工作 你要愿意可以使用致命武器 对对 使用致命武器去收税 那不就是完全是强盗 跟强盗打劫不是一模一样吗 对 那对于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很有深度 你就说从此看得出 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是完全已经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华人的右派自媒体是完全保持沉默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从这些他们的这种 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反应 来进入我们今天真正要分析的一个话题 对 他的华人自媒体哈 当然也有报道的 但是呢 包括我觉得包括美国右派媒体 他们谈 不是 怎么说哈 我再等等一下 华人右派媒体呢 他进行一些报道 进行一些批评也不是没有 但是美国右派媒体啊 最近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他们开始谈论 就是我们长期谈论是什么呢 美国到底现在是个什么社会 是个警察国务 美国已经完全变成个专制社会 他们开始谈这个问题 就不一样 就信流转了 但是华人还没转过来 但是我就说啊 我们很有意思哈 你看我发现这些年来 咱们做自媒体这两年 这个规律是什么 好事大家都高兴啊 每逢喜事清真爽 但是每逢大事要干架 每次有重要大事出来 你看吧 左派与右派干 右派和右派之间他也干 而且右派之间干嘛 你看我体会就咱们的 有的时候咱们是站在右边啊 和立场偏左的人去 去进行打击 比如咱们跟民斗之间啊 那有时候呢 我们恰恰相反 哎 我们是站在了好像是左边 人家比我们更右 比如说像什么那些Q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 这个感觉是什么 是越干越乱 越乱越干啊 有时候呢 那个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对对对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翻了很多友谊的小船 对啊 对啊 所以不光我们 其实很多都是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想啊 从华人之间 特别是华人右派之间 这种纷争中啊 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从圣经真理 和上帝给我们的 实戒的原则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刚才我们所举的 这些事件呢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想到过 就是同样的事情 看法 彼此之间的看法 原来可以是那么的不同 真的是180度的不同 而平时我们的价值观 世界观好像都是挺一致的 所以我有时候我以为 你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 跟我一定会是一样的 没想到一开口 原来你是这么看的 而且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你竟然为了这个 而跟我反目成仇 当然有时候也是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也不想再理他了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一年多以前 或者两年前 真的没有想到的啊 那后来我发现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 判断的标准 原来是不一样的 而判断的标准不一样的 就凸显了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虽然平时在很多日常小事上面 展现出来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些事情大事发生以后 发现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来再说明一下啊 就是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大事情 比如说了 我继续说那个佩罗西访台啊 有人就叫好 其实我们一听到佩罗西访台 我们都都没有觉得很开心 但是呢 就发现啊 原来这么多人叫好 我没有想到啊 他们就会认为 其中包括很多啊 你知道 那个基督徒很多以前挺穿的 那些所谓的右派 这个是 对对对 我就是说一次又一次被刷新认知了 对对对 很多右派呢 他们就认为这是打击中共的好时机 是吗 这个是保护台湾 支持台湾 而且可以为美国争光 对 真的佩罗西 难道你们不知道佩罗西是怎么样的一位老太婆吗 她是那个撕掉川普的 那个报告的那一个老太婆 她是两次弹劾川普的那个老太婆 你们指望她去保护台湾 为美国争光 怎么会的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他们一样高兴呢 因为我们就会很自然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反应很自然 我们就质疑佩罗西的动机 她一向来做的这种事情 她现在能做出什么好事 能有什么好的动机呢 还有像她这样子的人去台湾 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啊 对于中共会怎么样的去 去刺激她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啊 背后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这样去一趟到底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会去质疑啊 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说 佩罗西本人比她所反对的那个CCP 中共到底好多少呢 我们也知道她一直跟中共是穿一条裤子的啊 一直都是在在赚中共的钱 她的丈夫和儿子 所以我们如果站在美国一个传统价值的角度来看 佩罗西她不就是美共吗 她就是跟中共是同样的邪恶 所以呢我们就是对这件事情完全是负面看法 但是就看到原来有那么多人是挺佩罗西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就看到我们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大家同样都是右派都是保守派 对我们这个所以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啊 我们待会儿就分析一下从圣经的角度 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看法 你看俄乌战争也是一样 俄乌战争一开始 那么哇这个争论就更大了 马上一些人 而且都是我们可能以前都是非常价值观 看着很认同的人啊 都是这个非常坚持保守守原则的啊 都是这个在很多问题上跟我们看法一致的 马上站出来说 普京独裁啊 普京侵略 所以因为这两个一个独裁一个侵略 那绝对是与普世价值不相容 熟可忍使不可忍啊 事可忍熟不可忍啊 识恶不射 那就人类公敌 所以普京最后定位就是人类公敌 而且相比之下 乌克兰是民主国家 乌克兰总统Zerensky啊 是民主选举上来的 那是有西方民主社会支持的 所以要无条件的支持乌克兰 你不支持乌克兰 哪怕你也不支持普京 你都是跟普京同流合污 必须谴责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看法 就是不仅他们要支持 民意要支持 不支持的话 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 那我们的看法呢 我们就是从事实出发 对吧 你支持乌克兰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升级 伤亡的增加 灾难的持续 并且呢 养肥了腐败政府 几期同伙 到现在为止 你那四百亿六百亿美元 那些武器 到哪去了 对吧 没有人去查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还不是最重要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讲过 就是德莱斯基 他所代表的乌克兰政府 他实际就是索罗斯的 白手套和代理人 索罗斯那是 那是撒旦的代理 对吧 他要求全西方都支持乌克兰 为什么 他要把乌克兰保持在 他的卵意之下 成为打造世界新秩序 这个实验田 从这个生化的 那个实验所 到这个武器走私的买卖 到洗黑钱 全都在这么一个小小的 一个经济极其不发达 人民极端贫贵的乌克兰 这是在普通 这个俄乌战争之前 就是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如果对他 就是索罗斯来说 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了 那他就没希望了 所以他是说 如果乌克兰这场俄乌战争 俄罗斯要胜利 那么人类文明要终结 他所谓人类文明 是什么 是大重制 是世界新制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认为这个战争 是属于战争 我们不可能认 我们不应该去支持他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会让撒旦得胜 对吧 哪怕撒旦 有没有你的支持 他都得胜 但是你的行为上帝是有审判的 对 我们更不能轻易支持乌克兰政府 支持战争 所以这是我们的两句不一样 对对对 好 OK 我现在想要举另外一个例子 其实也是说的挺多的 就是说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评价 现在的美国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指责我们 为什么你们整天唱衰美国了 OK 那有些人就会说 美国啊 尽管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知道 我也不喜欢LGBTQ啊 我也知道美国的 有很多的 有很多不对的东西 但是你要看总体来说 那总还是比中国好啊 总还是比北朝鲜好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好多了 美国呢 还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高峰啊 还是民主世界的灯塔 不要闲啊 而且你想想 美国当初收留我们 又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 给我们福利 给我们那么好的生活 对啊 对啊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啊 还有啊 什么人是唱衰美国的 那不就是中共吗 啊 所以你现在唱衰美国 中共就很高兴了 啊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民主的人 爱自由的人 你就一定要维护美国 不要再去唱衰美国了 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美国现在这么这么邪恶 这么多的乱象 你看儿童都要去变性了 等于是把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 去把他做一些永远不可逆转的 变性手术 这是多邪恶的事情 还有司法 所谓的司法改革 让这种杀人犯 都可以继续的被放出来 啊 继续的去围惑人间 还有什么零元购物啊 还有非法移民 这么大批大批的涌入美国 那美国国内呢 物价飙升啊 油价飙升 这些事情明摆着的 难道不说吗 那我们看到的 而且我们从这些乱象背后 更加看到美国是 整个价值观的堕落 所以价值观的堕落 那就是整个传统精神都失去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它又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 那我们起码 你首先要尊重事实 要看到事实 从事实背后看本质 看到它属灵上面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就能够对症下药 采取行动 并且呢 担起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就唤醒更多的人 去采取实际行动 来挽救美国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唱衰美国 而在说这些话 我们真的是尊重事实 并且想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来可以做一些什么 来挽救美国啊 这是我们的想法 是这样 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我们当初质疑郭文贵的 最后 时间有的时候 我发现是我们最好的帮手 现在郭文贵的欺骗 大家都看清楚 我们质疑Q的时候 招致一片骂声 但是后来 弗林将军和那个大律师李伍德 这当初最出名的一个Q的推手 所有自己互相之间都打起来了 尽管他们打起来 并且一致认为Q就是民主党左派 给右派设的局 都到这样了 现在当然华人还在讲Q 还在什么川普 等等 我就说 我们时间证明 我们有预见性 我们讲到对的 你看这次也是 我们在开始将美国衰败 可是至少是从今年很多事情开始 我们就开始讲了 而提出美国这个三权彻底腐烂 是在2020大选以后 今天出现了两件事 一个就是 给川普的海湖庄严抄家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7000亿法案 与政府彻底与人民为敌 武装征税 这个法案的通过 你会发现 美国现在普遍的保守派的移论 已经转向了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警察国度 这是我们讲的 提出什么 政府的彻底腐败 非常大的腐败 都开始讲 而且呢 你像那个我们 发在网上的短视频 Victor 我忘记叫 David Hansen Victor Hansen 对 David Hansen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政论评论员 他讲说这个 FBI已经没办法改好 这个机构就得撤 或者就得彻底 给他解体 所以呢 现在目前证据 和人们的认知 越来越靠近我们之前 预见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们是要查他的这个 我们要查这个根源 我们要分析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认清 我们是如何判断事情 对吧 那我再 刚才对那个Q的问题 我再说一下 Q呢 也是我们举的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就想在这举一下 你想想 当时2020大选以后 我们当时看法就是 哇 这是左右联手做的局 现在要把川普给盖进去 但是什么 一大堆人就是说 啊 这个什么是Q 是爱国者行动 川普一直在掌权 川普故意撤出白宫 暴露深层政府 然后什么 川普一月份回白宫 二月份回白宫 三月份回白宫 四月份回白宫 五月份回白宫 到最后12月份 他也没回去 啊 所以呢 你就 到今天啊 今天这个海国庄园 被抄家 居然还有当年 支持Q的自媒体 华人自媒体 说什么呢 说是川普的苦肉计 川普还在赢 川普还在 还在掌权 还有人听这些东西啊 对啊 对啊 还有人听这些垃圾 对 所以我们说 从Q到今天这些事情 那都是什么 实际 这个都是阴谋论 这都是胡说八道 事实是 左右建制派 在华盛顿的腐败的政府 深层政府 联手作弊 做掉了川普 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一系列行动 证明这种邪恶 它是美国人的恥辱 是人类的文明倒退 和人类文明的失败 对 所以你现在在这天天幻想啊 什么川普还在掌权 川普什么 无济于事 只能是脚踏实地地进行抗争 这是我们的观点 对吧 对 这个就是根据事实 你才能够知道如何脚踏实地地去进行抗争嘛 对 所以我们就从这一两年里面啊 就很多很多这种争论啊 而这些争论都是发生在我们和其他的保守派之间的 都还都还没有去碰到左派呢 就是保守派里面就已经真的是一锅粥了 而且呢 就是说给我们靠帽的构限 我们是大外宣啊 我们什么 我的上下是他同学啊等等 就类似这种 这种生生造谣胡编的 都是右派 对对 所谓的右派 那我们做了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高举事实啊 那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事实是很难以接受的 尤其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多么希望Q是真的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个Q是不可能的 简直像神话一样 所以再难吞的东西 我也得要吞下去 因为这个就是事实 那OK 那接受了事实以后 你才能够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负责任的一个分析 但是另外一边那些跟我们争论的反对 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 所以有很多他们里面的人 我也觉得他们挺善良的 但是呢 他们就死抓住自己的主观愿望 自己的主观情感 还有就是看立场 既然你是挺川 既然你是右派 你就不能够说这些话 所以是以立场来决定 那当他们这样以立场来决定 都就可以展现出 他们有比我们更高的道德 所以他们可以用道德来批判我们 所以说穿了 其实我们就是求真的人 而另外那些批判我们的呢 他们就是求善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求善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们来从属灵意义来看一下 所以你刚才说要说实戒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实戒来说透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背后的属灵意义了 是吗 对 那个雨林这样好不好 你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实戒 好 很多基督徒可能可能很多基督徒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们很简单的说出来啊 比如说第一戒那就是上帝说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戒呢就是你不可以去拜偶像 第三戒是你不可以忘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第四就是你一定要守安息日 第五是当孝敬父母 第六是不可以谋杀 第七不可以奸淫 第八不可以偷盗 第九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人 第十是不可以贪恋他人的财产房屋妻子徒币这些 那这个就是圣经实戒最简单的说出来 对这个我们是一种简化不是圣经原文 但是一个简化的说法 那这十戒实际我们来讲这个圣经学者 要分都给他分成两部分 前四戒和后六戒对吧 前四戒呢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相当于这样的关系 而告诫你呢 就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犯罪 然后六戒是提醒我们的 是人在人与人之间 在社会中的一个正当行为 提醒我们不要犯罪 所以你可以看呢 这是两类罪 但这从实际上我们借熟的两类罪中呢 我们本质上呢 可以这么说 一类罪是求善的罪 另外一类罪呢是作恶的罪 嗯 这你需要再解释一下 对作恶的罪很简单了 你比如说什么谋杀呀 什么贪恋别人财务 这种贪婪啊 奸淫啊 偷盗啊 这些都是什么 就是都是人神共愤 对吧 左右共讨之 这些罪它是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 人本范畴 所以人都可以理解 你信不信圣经 只要你有凭着上帝给你预知的 你心里中的有限的良心 良知你都可以理解 你都知道谁对谁错 吧 嗯 那但是求善就不一样 求善的罪 在圣经这十节中呢 主要就是一项 就是第二届 不可败偶像 败偶像就属于求善的罪 哎 这这里问题来了 上帝为什么 但就是这个败偶像很 如果说我不信神 对吧 我跟你讲啊 我在做见证 我曾经讲过 我在信主之前 就曾经有人跟我提过十节 我当时跟他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 我当时这么说的 哎 我说 您等等等等啊 我当时非常骄傲 我说 你看这十节啊 你其实真的没必要跟我说 前四节 是人与上帝之间的 我不是基督徒 我是无神论 这事与我无关 嗯 后六节 我们 中国 不已有刺 啊 我们 以前 如是道都有 对吧 不用你跟我上课 对吧 嗯 所以 你跟我说这没有 你放一边去 当时我就这么 直接把这个噎回 啊 所以 你知道 这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了 作恶的罪 那六节 大家都清楚 容易理解 但是 这个求善的罪 拜偶像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上帝 把这个拜偶像 居然放在这六节之上 放在谋杀之上 嗯 那我们知道 什么是拜偶像 拜偶像 就是从圣经讲 人不可守 去制造 一个偶像 去拜 其实呢 它的隐身的意义 就是 你会把一个事物 一个人 或者一个 呃 概念啊 你把它当成 一个至高无上 对吧 嗯 错了 也不能批评 不能质疑 不可 甚至不可触 啊 实际 拜偶像本质 为什么我说它是求善的罪呢 啊 因为你知道 啊 偶像是用来替代上帝 对不对 上帝痛恨就是 你拿一个偶像 来替代上帝 那 他不是用来替代魔鬼的 他用来替代上帝的 那么上帝是至善的 是全善的 所以拜偶像的人 他一定认为 偶像也是善的 上帝是至善全善 上帝替代人也是善的吧 对不对 嗯 所以因为他是善 所以很多人呢 就 不容易识别他 他的欺骗性很强 而且呢 谁倡导 拜偶像 他的支持率也很高 比如说 CRT 比如说 这个什么 身份政治啊 比如说什么 LGBTQ 对吧 这都当他打造成什么呢 说这是我们自由的象征 是人类的自由的一个体现 我们 这个要 要支持他 你才是个善 善举 对不对 那么知识率非常高 对对对 那个共产主义也是啊 要消除贫穷 要 关心穷人 大家全部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 很受欢迎啊 马上就 现在LGBTQ 后果还没太出现 已经有很大后果 但是后果的 将来未来的后果 你想变性的人 社会关键的变化 最后社会人口 这个他的这个后果 就是这种断子绝孙啊 这种伤天害地的后果 还远没有出现 但是共产主义的后果 已经看得清清楚 这二十世纪 整个这一个世纪 大半的世纪 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后果非常悲惨 但是人们认识到后果 往往是为时一把 所以你知道 爱偶像的危害 求善的危害 这个犯的罪 要比作恶的罪 那六人 就人们主义的六个罪 危害要大得多 所以上帝把不可拜偶像 放在高过不可谋杀的位置上 所以就是说 拜偶像它不但只是后果 非常的恶劣严重 而且会扩大 而且呢 就是说它在属灵意义上面 它是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冒犯上帝 所以呢 它会带来更深远 和更恶的一个后果 对呀 你看吧 这十世纪中 作恶的罪 都属于人本的犯罪 唯独拜偶像 它是属于在前四世纪中间 就是它属于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肯定 属灵意义相关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 它是对神 它是人对神的冒犯 后面的六届 是人对其他人的伤害 但是之前面 这个拜偶像 是人对神的冒犯 所以它后果非常严重 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给你讲一个 很具讽刺意味的 共产党员都无神论 我们认为 比如邓小平 他应该是无神论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 说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主要是防止左 防止左 对 你知道邓小平 他总结 当时他刚刚上来 十一三中权位 他刚刚上来掌权 他说一句话 要警惕右 总是 这个是 又会要说四种话 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是什么 其实左就是政治正确 就是拜偶像 就是求善不求善 你看文科大革命的时候 把伟大领后毛细当偶像 所有做的事情 宁可什么要社会主义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所有东西 他都是不尊重事实 都不求真 都是求善 我这么做才能 宁可什么 知道现在宁可台湾部长草 宁可什么部长草 也要什么解放钓鱼岛 就这些东西都是求善 他觉得他自己 是为追求一个善的目标 所以 你知道吗 还有那个时候造成饥荒 也是大跃进 大家都虚报 都虚报这些 都是在求善 完全都是求真 为什么他虚报 因为大跃进 我们即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大家集体化 做这种人民公社 他不认为是一种 对生产力的打击 对人民生产基因的打击 他认为是一种善 是一种实现共产主伟大理想 就是这样 问题是他不是真的 不是求善 你求如果你按照 你的原则去求去 你肯定不是真的 对吧 因为你求善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事实 与你现在求的目标 发生矛盾 他一定发生矛盾 因为你的东西是 心无标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否认是神 那就是不求真 如果你求真是什么呀 你看求善 我求真 比如说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 什么是求真 求真就是我真信 我真的信这个神 我真的相信 他是独一的真神 那我对他 我是毫无置疑 同时我真的相信 我人是跟他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没办法比 我人是绝对的有罪 绝对的有限 所以呢 除了真神以外 世界上的万物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的思想 我都可以质疑 这就是求真的 对吧 你看 其实 你说 OK 上帝甚至也容许我们质疑上帝 以赛亚书说 来吧 我们彼此辩论 对 对对对 因为上帝是绝对不变的 他是真实的 那所以呢 也容许我们去质疑 但是我们如果 诚诚实实的面对上帝 在质疑上帝以后 甚至于上帝摔跤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 于上帝摔跤 在于上帝摔跤以后 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稳固 只要我们诚实求真 上帝是绝对真实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真正的建立信心 在真实的上帝身上 对你知道以赛亚书是我们刚刚查考的 就是你说来吧 我们彼此辩论 但是这个辩论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什么呢 上帝是不会错的 上帝是远远高于人的 他为什么让你辩论 他为什么赞赏雅各跟他摔跤 对吧 还付给他一个名字 因为他是让你通过跟上帝的质疑 通过这种思考 然后呢 你能更进一步认识他 而不是说你去否定他 你去背叛他 对吧 对 所以呢 我们讲 我们对上帝的独一真神 我们是要有信心 我们这个是 对上帝的本质是不可知的 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 上帝的话 永远是他的道远高于人的道 那么他的话 我们怎么理解 我们不要讲说一辈子 几千年几万年 你也理解不全 你要不断的深入理解 对吧 人类社会信仰基督 一千五百年以后 才认识到 这个才有了洛河的政府 那么到了这个 一千七八百年以后 才有了美国 才有了英美保守主义 所以你会看到 这种认知 它是不断的进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你按照刚才说的 圣经的实际标准 我们不能从前几个问题上 我们争论的 刚才我们举的几个例子上 你可以看出 我们的争论 其实与拜偶像 这条罪是密切相关的 你只有采用圣经实际的标准 你才认识到 什么是拜偶像 你是不是在拜偶像 我们可以具体的解释一下 咱们回到刚才那几个问题 比如说 我就不按顺序来说了 比如说俄乌问题 你像 你排除了人本主义 这种侵略的偶像 你才能看清 这个事件背后 有撒旦的大成志 你才知道你的主要的 你主要的目标 你主要的敌人是谁 你现在上来以后 你就以人本主义 你忘记 忘记了圣经 你马上跳上来 这个就是侵略 侵略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要分对侵略 完了 你别的不想 而且你拿这个为大棒 你把所有的人 质疑的人全部都打倒 完了 就傻呵呵的 美国大部分人也是这样 结果 怎么样 就拿个600亿出去 被人去挂去 自己被卖 还帮撒旦赎钱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人本主义 还有就是爱心 哎呀乌克兰人 这么可怜 这都是偶像 就人本主义的偶像 对对对 都是一样的事情 你侵略 为什么说侵略是错的 你问他 你为什么说侵略 侵略是错的 他会告诉你吗 他侵略会杀人 会死人 会有死亡 当然是错误的 这个国家都有边界的 他不就是这样 都是人本 对对 你不排除这个人本的东西 你看不清背后的大城市 看不清背后的撒旦的阴谋 还有西方民主为偶像 只要是乌克兰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只要套上这个民主的帽子 那么你就一定要支持他 一定不能够质疑 所以同样我也看到 佩洛西访台 他里面也有一个反共的偶像 只要是可以让共产党丢脸 让他们抓狂 他们导弹也不敢射过来 你看只敢 哎呦 我听有些言论 我觉得很可怕的 你看他也只敢演习 你一定要导弹 落到台湾岛上 你们才高兴吗 所以我跟你讲 就这个反共偶像 你跟他说 我就不好意思 我插一句 你知道他现在的讲法 跟当年就这帮锅片子 锅蚂蚁们讲法一样 我就说这个郭文贵 本身是邪恶 他撒谎不可靠 不要信他 他说他反共吧 反共就行吧 先反共再说 结果你看 借着反共名 其实郭文贵 这种 你把他拜了偶像 以后不可触碰以后 其实那个你的目的 是达不到 就刚才我们说的 你达不到的 郭文贵当时 说反共 他反共了 反个屁公 他什么共我没反 但因为他喊反口号 结果呢 反共成为 他的打手们 他下面的郭蚂蚁们 打击 质疑他的人的大棒 拿这个反共 他反共你居然反他 你是什么人 你是大外线 你是那个国安特务 他过来反过来打你 让他大捞击财 骗了五个亿美元 而且呢 把美国保守派 包括班农 他整个这个 跟班农沆瀣 把这保守派 搅成一趟 你想他造成多大 这个伤害到现在为止 只是冰山一角 还没大大 还没有真正漏出来 真正漏了以后 将来伤害多少 都很大很大的 原因是什么 反共为偶像 这个反共的偶像啊 在很多华人里面 真的是一尊 很大很大的金牛犊啊 真的是 海外华人 很严重的 对 海外华人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偶像 所以 甚至很多的这个保守派 他们都知道 佩洛西有多么的邪恶 但是 只要他是去台湾 是可以刺激中共的 那就是好 所以 对不起 那个我 我又非常没礼貌 又要说了 OK 就一句话 拜反共偶像的人啊 特别可怕的哪 就特别有害的哪 拜反共偶像 基本都是 民窦们和公知们 就那些人 比较有 当意见领袖 比较有影响力的 支持 就争取民主的反共人士 或者那些公共知识分子 有思想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影响力非常大 我就把这条团 是啊 确实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 佩洛西有多么的邪恶 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他一向来的所作所为 是吗 所以我们都看清佩洛西的邪恶啊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持反对的意见 但是 而且后来你看 他都跳出来说 中国是最自由的社会 对自己跳来说 哎呀 这简直就是说 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且跟他 跟他所所做 之前所做 所说的也都是 自相矛盾的 那你还去支持那些 民运人士干嘛 让他们回去 这个最自由的社会 是吗 所以你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呢 又这次又曝光了 其实是他带着他的儿子 一起去台湾的 都是要打通 为他的儿子打通 可能是学拜登 把儿子带去中国吧 所以他也效仿 把儿子带到台湾去 打通这种做生意 赚钱的路径 他去了这几个国家呀 包括马来西亚 不是 包括新加坡 包括韩国 是包括马来西亚 都是他们未来绿色能源 做那个锂电池的 这个重要生产基地 他去的绝对是 完全 有目的 绝对就是假公济私嘛 而且他们家族 一向来的腐败 他丈夫的腐败 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但是不管 只要是 触碰到他们反共的偶像 你就不能质疑 你一定要支持 而且现在再怎么样打脸 我想他们这个反共的偶像 依然是高高举起 他们还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 对 但是佩洛西最后 给他们打脸 而起的事实 让他们再一次丢脸 这帮人 当然他们不会改的 一次一次 从郭文贵到佩洛西 他会从一个偶像 走向另一个偶像 对吧 另外你看哈 美国到底是山上之城 还是索多玛之乡 这也是个问题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要带着一个 美国本身就是偶像 美国是世界民主灯塔 也是个偶像 对不对 如果你带着偶像去看 我当年 当年就是前两天 写那个 就是做那个西班牙内战 启示的节目的时候 那拜民主偶像的 就拜美国偶像的 就说嘛 美国人不可能打内战 美国和西班牙互相 美国的还是保守主义 对吧 但是呢 你如果说 你排除这个偶像 你就看事实 美国现在政府 军队 学校 甚至工商界 还有多掌握权力的 或者每天在做真正操作 这种日常管理的 有多少不是迪西都的左派 美国迪西都已经长期 并且大面积掌权 已经是事实了 你不尊重这个事实吗 如果你不尊重事实 看看最近的 七千亿美元的法案 和他给川普抄家的现实 这个事情 事件对吧 那已经有很多 美国的保守派认知到 美国现在已经 不是闪耀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已经 不再坚持这个偶像 那么你这些 民道人工之们 你们还在坚持吗 对不对 甚至右派的民道人工之们 Q也是一样 Q是个什么东西 你这 这帮搞支持Q的人 就非常好人在哪 当开始的时候 你质疑Q 他说你大外宣 你是共产党什么 你是左派 等这个Q出了问题了 Q破产了 他一个议员破产了 你问他 你怎么回答 他说 这个不是我们以前讲的 Q是另外一个东西 等这个下一个破产什么 这是QN QN和Q是两回事 他就跟拜登一样 永远他把那个经济危机的定义给你改了 把这个货口膨胀定义给你改了 玩 跟你玩文字游戏 对不对 但为什么 因为这Q是虚无缥缈的 Q他给你随时拿利用 Q带有神秘的超自然的色彩 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凡是超自然的东西 除了圣经我们都不可信 对不对 对 除了圣经 你去信超自然的东西都是拜偶像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是不去拜偶像 你把Q这个超自然的东西拿掉 那你就会看出深层政府他们在做什么 你就看出美国现在已经堕落到了一个 极权专制边缘的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 那么你才能够有意愿去抗争 你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抗争 是不是 对所以老实说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求真 而不是求善 我们敬拜的是耶和华真神 我们拒绝拜偶像 当然不是指那种一尊一尊的佛像 而是反共啊 各种偶像 民主啊各种人造的人本的 我们拒绝去拜这些偶像 所以就造成我们跟很多保守派之间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分别 的确是这样的 那说到这里啊 就是雨林你知道有人他就说 说我们偏激 你为什么彻底否定求善 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求善呢 神就是爱吗 对吧 那么善良有错吗 你怎么回答 神也是善的啊 对对 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来质疑 那我们说的求善 其实就是人本的善 它是一个愿望 而不一定会是一个结果 就是是一个主观愿望 当我们说你你是在求善的时候 这个善是很善良 问题是这是你的主观愿望啊 而当我们求真的时候 我们是真正的相信 我们除了相信客观事实 我们也内心有真正的信心 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 是建立在信心 以信心来接受神的真理 接受神的救赎恩典上面 而最终会得到一个善的结果 这个善的结果是由神来掌控 是由神来施予恩典的 不是我们人可以靠着主观的想象 主观的意愿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呢 求善 如果我们绕过真理 绕过事实 绕过客观 和绕过神的启示 我们直接就去 按照人的想象 人的主观意愿 去求善的话 最终得到的 不会是善的结果 而会是恶的结果 而人类历史 已经一再证实 一再证实了 对 你看你说人类历史这个问题 我就举一个例子 哥白尼 伽利略 最后都被天主教廷给打压了 为什么呢 天主教廷认为你这么做 你怎么起始 岂能说日心说 这是违反圣经教义 这他们理解的圣经教义 他们理解的是神学 那么你看 他这是求善吗 我为了捍卫圣经原则 但结果呢 导致了什么 导致自己是拜偶像 还不觉 不知道 所以呢 他求善 他就变成了 对 哥白尼也好 伽利也好 他们是求真的 他们是探索真理的 对不对 那探索真理呢 他就被 受到了无形的打压 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不是根据主观的意愿 去想象而提出 日心说 他们是根据研究 根据事实和证据来提出来 但是当时的教廷就拒绝看这些的研究 这些的证据 拒绝事实 对 一心求善 觉得我们才是好的 我们好意要捍卫圣经 结果他们其实是反而羞辱了上帝的名 使到后来很多的无神论者是以当时教廷的求善的错误而来攻击基督教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是你看俄乌战争也是一样 对吧 你如果把反对侵略当作一个偶像 对吧 或者你把西方民主当作一个偶像 那反侵略就高于一些 那么民主制度这个形式就高于一些 你这样的话你就根本就看不出背后属灵层面的敌基督的本质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对吧 对 所以在这个事件 我就从这个事件看到很多基督徒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是很多基督徒 他们自认是很敬畏上帝 我看他们确实也真心敬畏上帝 而且你跟他们说 美国的强大完全是靠上帝的祝福 他们说对对对没错 而且圣经是绝对无误的 因为是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真理 对对对没错没错 OK 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一致 还有他们也读经 祷告去教会 过一个非常敬虔 爱主的生活 简直很多都是模范基督徒 彭斯也是曾经是个模范基督徒 那这些基督徒在宏大叙事的时候 那全部都是正确的 我觉得有时候比我还要正确 他说出来的话真的是高大上的不得了 但是我就发现一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 哇这些宏大叙事的原则全部都滑波 全部都倒了 为什么呢 我后来发现他们就是被求善所蒙蔽 所以他们会在一些实际的操作的时候 会远离他们所相信的那一个真理 所以他们的真理是被切割的 就真理是真 但是当这个真理不够善 或者套用在现实的时候 听起来不够善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善而绕过了真理 结果呢 他们的这个求善就成为了 为邪恶来背书 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 因为你离开了真理 你一旦离开了真理 再大的善都成为撒旦所假装的那个光明天使了 所以你看像我们都知道佩罗西的邪恶 民主党都是倒行逆思 做了多少的恶政恶事 还有索罗斯啊 百道明他是要搞什么世界大重制的 还有共产党在历史上面的作恶都不用说了 这些很明显的邪恶呢 有很多基督徒都不察觉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现在都在为佩罗西鼓掌 都在投票支持民主党 都在透过俄乌战争来支持索罗斯 还有很多爱国的粉红基督徒 他们到现在都还在支持共产党 支持三字教会 所以明显的邪恶 他们变成都不察觉 那其实这些善良的基督徒 都是败了求善的这个偶像 你这个说的这番话又让我回想到 俄乌战争当初的我们这个争论了 和我们之间的就是跟着不同意见的 很有意思 一开始的时候你看 就是你说的没错 他们在爱主都特别爱主 但是到了具体问题了 对吧 一个反侵略是人本的标准 一个这个大重制是属灵征战 这是神本的标准 他马上属灵征战放在一边上 然后就看着这个人本这个标准 你看他起立 普京起立 你居然支持普京 马上就跟你吵起 就反目为仇了 那然后呢 而且还有一句 很搞笑感 你给他指出来 你说你这是人本的标准 还有一个更高的 更重要的神本的标准 他们俩现在不一样 你要不要看一看 他说什么 爱人爱神 我们要什么联系 珍惜生命 反正我不知道原话怎么说 这就是上帝圣经的标准 你们这个反侵略 当然是神的标准了 对对对 我就想到 都还是以圣经来说的 他还用圣经来反目你 我就说 当时我心里面有一个 生起一个一句三个字 感谢主 或者叫赞美神 为什么呢 神的智慧真的是高于诸田 他在不可拜偶像 下面又放了一戒 那戒叫什么你知道吗 第三戒 不可忘称神的名 对吧 你看 他回过头的反驳你说 你指出他是拜人的偶像 他回头反驳你说什么 我是用圣经的标准 好吧 请看第三戒 那咱们多了就不要说了 不过确实还有些人呢 他真的是胆怯懦弱 你像朋友大 我觉得他在川普 笑话他就是 你永远不能成为杰弗逊 就是说他 这个他的这个懦弱 因为有风险 真理有风险 讲真理容易冒犯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种惧怕人的偶像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尊 惧怕人的偶像在心里面 所以呢 你说到这个勇气 为什么他们会胆怯 我就发现 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 他都求善而不求真 因为求真 他是本身具有很大的冒犯性的 为什么 真理他一定是排他的 现在都要流行包容 要多元化 基督徒也在讲包容 要讲包容 但是真理 他是排他性的 而且他一定是冒犯性的 你看 只要因为他是真理 所以他一定排斥一切非真理 或者非真相 他就是排斥的 还有他的冒犯性在于哪里 他冒犯一切求善的偶像 我们这么善 我们这么好 但是被真理的光照一来 他们就受到冒犯了 所以政治正确的人 他就会 他不能够去面对真正的正确 因为他会被冒犯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求真 不管他是如何的有冒犯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坚信 真理他本身是带有力量的 他自己可以为自己辩护 所以你刚才说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利的 因为我们有前瞻性 在很多人之前 我们说出很多真相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但是时间会为我们来辩护 我们自己说多了也没用 那时间就可以证明一切 所以奥古斯丁就是说过这一番话 他说 The truth is like a lion You don't have to defend it Let it lose It will defend itself 就是真相 他自己就会来辩护了 所以我希望这些胆怯的人 真的是要明白 那个雨林呢 还是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吧 OK 就是真相就像是一头狮子一样 你不需要去保护这头狮子的 你只需要释放它 它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自己保护自己 我觉得这话说太好了 对对对 好 那么所以我 我这里要提醒这些胆怯的人 就是说你们有这种 惧怕人的偶像在心里面 那你现在懦弱 你就不说真话 你跟他们一起去求善 你是可以暂时避免冒犯人的 但是不要忘记 你会冒犯上帝 因为这一位上帝 他是绝对的真理 所以不符合真理的东西 他虽然不冒犯人 但是他冒犯神 那你想一想 你一方面冒犯上帝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又向上帝祷告 期望上帝的祝福 上帝有可能去祝福 这个不尊重真理 冒犯他的人吗 其实对 你求善的基督徒 你要想一想 你求善 你以为是求一种善 求一种爱 对不对 但是善的源头是神 爱的源头也是神 你离开神的善 或者是爱 就是成为 拜偶像的 扭曲的善 因为什么呢 爱是说诚实话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公理 只喜欢真理 那么说诚实话 喜欢真理 这不是要求真吗 他就是求真不求善 所以真正的爱 他是求真 而不是求善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爱 是神本的爱 是真爱 所以你看 求善的人 他们也是讲爱 那个就是 你看爱国粉红 他们也爱 他们是对专制的爱 他们认为自己爱国 但是你看 他们根本对国的同胞 一点都不爱的 他们可以用一个U型锁 去砸同胞的头 所谓的爱国 这是多么扭曲的爱 还有那些明斗尔们 他们对民主制度的爱 也都是盲目的爱 还有一些 很多很多基督徒 都是不顾真理 大爱无疆 还有左派 对于非法移民 对于吸毒的人 对于罪的爱 对于罪的爱 大爱无疆 这些其实说穿了 根本都不是真爱 而是拜偶像 所以最终这些爱 都成为作恶 或者是助长了恶 那美国现在不就是 这样的情况吗 所以我们看看世界的出处 其实也就是在 出埃及记二十章 出埃及记二十章的 第五第六节 他这里也有说 上帝说凡是恨我的 我必定会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就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那什么人是恨上帝的 很多人觉得 我很爱上帝 求善的人 都是说爱 也是爱上帝 但是上帝看恨他的人 上帝最恨恶的一种罪 就是拜偶像的罪 对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 那所以凡是拜偶像的人 都是于上帝为敌的 上帝就看你是恨我的人 这样的人 上帝是追讨他的罪呀 所以而且呢 是会祸及你的子孙呢 直到三代四代 因为你会影响到你的孩子 你看看拜登的儿子 你看看佩罗西的儿子 真的很值得羡慕吗 吸毒酗酒淫乱 这不都是罪的后果延续到下一代吗 但是真正爱上帝 守上帝诫命的 守上帝诫命是什么 上帝的诫命就是绝对的真理 那你真正爱上帝 你就是要求真 守上帝的真理的诫命 那上帝会向这样的人发慈爱 直到千代 所以我们呢 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呢 不会认为自己是恨上帝的 但是很多基督徒 他在拜偶像而不自知 那么就在上帝眼中 已经成为恨上帝的人 甚至早就已经成为 上帝的仇敌撒旦手中的工具 而他们也不自知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这个是真的需要基督徒来警醒 来警惕自己的 Amen Amen 真的你说的太好了 我非常同意 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 我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主要是华人之间 特别是华人右派之间争论 甚至撕裂 我们呢从圣经的原则出发来考察 以实际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这种纷争本质上呢 是一个拜偶像不拜偶像 所以这方面的一个争论 在属灵的层面 而如果你纵观人类历史呢 拜偶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实际是比我们讲十界中 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六界 人本的六界是 带来的灾难是更加深重 特别你看圣经讲的 以色列的上帝的选民嘛 他的大灾难几乎都是拜偶像 要保持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就要特别强调 我们要警醒 特别基督徒 不能说自己 无自觉的就拜偶像 而且拜偶像 让偶像挡住你的双眼 你就看不见属灵的意义了 这是要特别警醒 那我要特别强调什么呢 我们两个人也是罪人 也犯罪 也会拜偶像 所以实际我们讲这个话呢 也是共勉 只是我们看见了 我们跟大家共勉 大家共同警醒 对吧 容身一人 对对对 Amen 这个是一生的 一个要警醒的东西 一生的征战 因为我们人 有太多 一生里面有太多坑了 但是呢 只要有上帝的真理 作为灯来照亮 我们一生 就行在神的真理当中呢 那就不会落入这些坑里面 所以像张寻说 我非常同意张寻说的 我们是要共勉 并不是我们两个 有多么的厉害 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对对对 所以我们 我们是跟所有的观众们 大家一起共勉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到这里 好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这里是寻经文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